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嘉义市区有这么一间CP值超级高的无菜单料理 吸引很多名人啦艺人都曾经来用餐 老板把传统的中菜改良成比较清爽的创意口味 几道招牌菜像是这道麦片排骨 排骨得先卤再烤然后加上麦片 主要降低了油腻感 除了招牌菜之外 一个人八道菜不到500块钱的价格 也难怪开了十几年生意还是相当好 提醒您如果没有预约还真吃不到呢 融入创意和巧思的西式摆盘 令人赏心悦目 每一道却都是中式料理 改良自上海菜无锡紫排的麦片排骨 外酥内嫩还有麦片香气 中和了油腻 升级版的生菜虾松加了枇杷和锅巴 滋味为咸为甜 多了清爽的口感 以及改良自日式蒸蛋的松露炖蛋 以牛奶加鸡蛋结合蟹肉和鲑鱼 香浓滑口 一道道看似熟悉却又创意的料理 从前菜到甜点 一人套餐就包含八道菜 却不到500元 CP值超高 在嘉义星达路上已经热卖十几年 我们就来这边吃了好久了 他们大部分半个月差不多半个月都会翻一次吧 我们都会来尝鲜一下 每次来都有惊喜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的东西 原来不只CP值高吸引在地人 店里的无菜单料理还会随季节变化菜色 无菜单料理就是食材味醇厚 就是当天卖什么煮给客人吃 这样食材比较新鲜 这样不用再冷冻 厨林已经有22年的老板李青阳 对食材了若执掌 做菜又很有创意 才敢在嘉义市开启第一间无菜单料理 他还曾经代表台湾在上海食神争霸赛中 拿下金牌 比赛的项目是水果 比赛这个就是看自己实力的 确实就是一堆水果让你选择 譬如说椰子 香蕉 芒果 你要自己想到椰子可以沦汤 香蕉可以包东西 芒果可以给家人在一起这样 擅长以当季水果入菜 李青阳的菠物 特地挑了夏季盛产的椰子 加入白木耳和红枣来做汤底 椰子水是用一般的椰子水下去煮 还有鱼的高汤 这样去掉的鱼的鱼在熬汤 一半的高汤一半的椰子水 耿泽肉质较有Q度的鱸鱼 去骨切片上桌 让客人自己涮煮 几乎没有调味的汤底 让客人能品尝到鱼肉鲜美的原味 所以汤头偏向清淡 喝来很退火喔 他们的鱼也好吃 很Q 对 而且吃鱼本来就很好嘛 那不是很油腻 所以吃起来你不会觉得说 是不是没有挤到菜的时候 你就吃不下去了 曾经学过港点 粤菜 川菜和上海菜 李青阳的料理几乎用中菜做变化 改良这无锡子排的麦片排骨 老板选用肉质较有嚼劲的猪肋排 以前我们做法就是先炸的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养生 就是汤炒一下 肉炸去一下 然后再滷 滷肉就再一烤 烤过的是比较香 爆香葱 蒜 辣椒和中药 作为滷汁基底 滷上排骨40分钟 还得涂上甜甜的烤肉酱 烤到外层为酥 上桌前撒上麦片 可是老板的创意喔 以前每排骨都滷一滷 上面是没有脆脆的 因为麦片比较养生 它没有炸过 那一片就是比较老人家 比较喜欢吃麦片 吸附了滷汁的排骨 肉质相当入味 微酥的外层 滋味为甜 搭配脆脆的麦片 正好能中和掉油腻的感觉 就是口味比较特别 那也是创意料理嘛 是外面酥酥的 然后里面肉的口感还满好的 同样改良自上海菜的琵琶虾松 老板以嘉义生产的琵琶 代替地情 琵琶就是 这才QQ 不像煮起来水水的 它是满Q的 跟虾子也刚刚好 草虾切丁过油 再与芹菜和琵琶快炒 铺排在锅巴上撒一点香松 从配色上就让人耳目一新 翠坛的虾松配上口感 很像饽咪胖的锅巴 维酥 弹牙 加上琵琶的软Q 吃来更清爽 它们的它蛮有特色的 特色料理 跟一般外面吃的 可能比较不一样 口感不错啦 就是酥酥 然后外酥内软 但是创意的无菜单料理 在十几年前加以开不流行 当时李清阳 还曾经遭受客人的批评 我们钢匙在开的时候 被很多客人在骂 为什么 没有菜单料怎么吃 就是这样去拒绝 但是慢慢的客人就接受 因为就是跟他讲说 套餐料理是在饭店 蛮贵的 一克料1000多块 我们卖拼价450而已 客人就是慢慢慢慢接受 凭着好手艺累积出好口碑 李清阳的餐厅也吸引许多名人 或艺人来用餐 成了游嘉义必吃的美食之一 如果想要在嘉义市走走逛逛拍拍照 在地人最推荐有嘉义市后花园之称的蓝潭 两旁夹道的林蔭 不觉鱼耳的鸟鸟声 是当地人赏鸟散步吸收分多金的好去处 近几年因为蓝潭还多了艺术家 网文志的装置艺术建筑 月影韩星 又吸引更多外地人来朝圣 以铝片编织的镂空结构 就像一个巨型鸟巢 中间突出仿佛桃子的形状 正是象征嘉义市桃城的古名 尾端设计成火鸡屁股的形状 又让人联想到当地名产火鸡肉贩 走进月影韩星的里面 隔着交织的旅片欣赏蓝潭 也有一番风景 夜晚的时候还会打上灯光 增填被一种魔幻的美感 如果厌倦了都市忙碌的步调 不妨来一趟嘉义市 享受无粹在料理带来的惊喜之外 还能欣赏到蓝潭独有的艺术气息